Hello大家好,我是花天 欢迎进入花天的小日长系列 刚好今天我整理了一下这两天来的一些快递 是一些评价适合学生党 然后又很好用的一些化妆品啊,视频之类的 所以就打算录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一起来看一下都有什么吧 第一件好物是项圈 这个是10块钱左右 然后是一个草莓的少女项圈 它戴在脖子上就是一种很可爱的感觉 我一共买了两个,这个是黑色的 蓝色星球戴上去就是酷酷的感觉 第二件好物一个十几块钱的眼影 来过来看一下 一个橘朵的bling bling的眼影 我平时是用这种大盒 但是它实在是太占地方了 有时候用这种小的便于鞋带 来一边试一下 像那个人鱼鸡粉 我就是看中了它涂上去超少女的 给了一点 第三个好物 一个酒红色的可思拉指甲油 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普通指甲油 任何难闻的味道 而且你看 等你涂完后悔了不想要的时候 很轻松的就可以撕下来 连卸甲水都省了 第四个好物 一款韩国的口红 它这个方广的外壳是磨砂的 就摸起来很舒服 而且它在这个袋子这里还有个小设计 你看它是有磁铁的 一个平价的口红有这些小设计 我觉得还蛮走心的 打开之后是一个挺好闻的玫瑰花香 至于颜色的话 你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啦 这一次我是选了一个大热的 牛血色 第五个好物 便携式的一款洁面巾 这个也不贵 中午的时候没来得及回宿舍或者回家 然后你又很放困 像纸巾一样抽出来 然后就可以拿来洗脸啦 好了 还有最后一款好物 这个是我最近在用的 睡觉之前可以用的是一款唇膜 因为最近天气比较干燥 然后嘴唇会起皮什么 所以我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会把它涂一点在嘴唇上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嘴唇就嘟嘟的啦 水果味的很好闻 好了 那今天这份的好物分享就到这里啦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评论哟 拜拜